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花盆呢对植物的生长很重要 尤其是兰花 如果我们选错花盆的话 兰花生长状态不好 可能会引起各种疾病病虫害 情况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烂根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们首先谈一谈市面上有些植物的包装 包括一些兰花它们存在的问题 以及当我们买到这样的花之后 回去该怎么操作 然后我们再谈一谈各式各样的 适合兰花生长的花盆 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些 除了花盆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什么方法来种植兰花 如果您喜欢这期的视频的话 麻烦点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更多的花友 我们这个频道主要关注于各种花卉的种植 平时我也会发布一些手工视频 以及一些宠物视频 如果您对这些感兴趣的话 同时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赶紧订阅以及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以后每次我发布的视频 您都能及时的收到 然后我们先谈一谈市面上出售的一些花吧 我发现市面上有些植物呢 它们是用这种塑料的盆中植的 同时它们在那个塑料盆外面还包裹了一层油纸 而且它包的特别的紧密 它这种问题呢 因为它包的比较严实 植物的根性呢 无法呼吸 透气性比较差 第二点呢 就是那样的话 浇水控制不好 如果您浇水浇的过多的话 它那个水会容易在盆底下淤积 从而有害植物的生长 我觉得有些卖家 他们用那个各式各样的纸包着 主要是为了美观吧 方便出售 我们买到那样的植物之后呢 到家里一定要把那个油纸给扔掉 因为我们主要是为了种好植物 那个油纸那种包装 其实对它的生长一点都没有帮助 反而有害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扔了 然后直接塑料盆漏在外面生长就行了 其次是有些兰花 它们也是用那种塑料盆种植的 但是它们是放在陶瓷盆里面 它那种放进去之后呢 密闭性也是特别的好 从而导致空气的流动特别的差 尤其对于兰花来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兰花 它需要很好的凸击性 通风要好 那样的包装呢 对兰花的生长是不利的 当我们买到那样的兰花之后呢 我们也是同样的把兰花取出来 然后直接用塑料盆生长就行了 如果您觉得塑料盆不太好看的话 您可以用稍微 选择稍微大一些的瓷盆 然后您把这个套进去 它这边呢会有一些空隙 从而能够增加它的透气性 这样子放在家里呢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些 各式各样适合种植兰花的花盆 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这种塑料的花盆 这个是应该是蜘蛛文心篮吧 前段时间刚买的 一般的卖家呢都会用这种塑料盆来种这个兰花 因为它塑料盆便宜成本低 因为塑料盆种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您想增加它的透气性呢 可以选择一些这样子的 就是它那个花盆盆壁啊 它都有这种孔 它的透气性呢就特别不好 比较适合种兰花 当然如果您所在的地区 特别的气候特别的干燥 比如说加利福尼亚 那您可能就是 这种花盆可能会比较适合一些 另外一个塑料花盆呢 是这种透明的塑料花盆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您直接可以观察到它根的状态 这个是胡蝶蓝 胡蝶蓝它根如果干了的话 它是泛白的 然后如果根还是湿润的话 它是这种绿色的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这个根啊上面已经白了 但是它的底部还是这种绿色的 就是湿润一些 这个花盆的优点就是 它是透明的 我们直接可以观察到 根的生长状态 我们可以根据根的颜色来判断 什么时候浇水 这个花盆当时买的时候 是跟着这个胡蝶蓝一起的 我买过来之后呢 为了增加它的透气性 我在这个四周呢 用剪刀就是钻了一些孔 总的来说呢 塑料花盆它的优点就是 首先价格便宜 其次呢就是 这种透明的话 您可以直接观察它的生长状态 方便您浇水 其次呢就是 这种的话它透气性比较好 它的缺点呢 首先就是塑料花盆 它不太美观 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塑料花盆 其次呢是塑料花盆比较轻 如果您的植株比较大 有时候一不小心碰到的话 那么整个它的兰花就会倒下来 这个呢也是它的缺点之一 第二个适合种植兰花的花盆 就是这种陶盆 这种陶瓷盆呢 它的透气性比较好 相对于塑料花盆来说 比较好看一些 其次呢它也比较重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 就是一不小心碰到它 就会把它给刮掉下来 它的价格呢 相对于塑料花盆会稍微高一些 但是也不是那么高 我觉得像这一个小的话 可能就三四刀左右吧 花盆呢也有不同的设计 可以供我们来选择来种兰花 这边呢是另外一种陶盆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陶盆呢 它这个下面是有洞的 它这种呢 透气性就比刚刚这个来说 更好 我们选用这种陶盆 种兰花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配套的托盘 这样子种植呢 也比较好看一些 而且透气性也比较好 第三种可以用来种兰花的花盆 价格稍微昂贵一些 就是这种陶瓷盆 这个陶瓷盆呢 是专门用来种兰花的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盆壁啊 都是带这种漏洞的 它的透气性呢 就会特别好 这个呢也是一个蝴蝶兰 这个花盆呢 相对来说比较美观一些 透气性比较好 专门用来种植兰花 唯一的缺点就是 可能价格稍微贵一些 大部分兰花呢 我都会建议选择 以上三种花盆来种植 个别兰花呢 它比较特殊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兰花呢 叫做厄瓣兰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兰花呢 是用陶瓷盆种的 它的盆壁是没有什么漏洞的 有没有觉得很惊讶 因为这个兰花 它的父母呢 是生长在亚马逊 河流旁边的 就是有时候 那边会洪水泛滥 所以说这个兰花 它喜欢那种湿润的环境 我在种这个兰花的时候呢 它用的介质 也掺和了一些花园土 用这个花盆呢 种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比较喜欢湿润 它不需要 透气性那么好 这个花盆它的缺点就是 有时候把水浇进去之后呢 它这个下面啊 就是出水比较慢 所以说 有时候我就会 在这儿放一些 那个面纸 这个面纸已经用了很多次 你看也都已经比较脏了 它这个面纸可以吸水 把多余的水吸出来 然后多余的水呢 就会在这个托盘里面 所以说我们给兰花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浇透 同时呢水也得排干净 我们在选花盆的时候呢 除了要选对类型之外 还得确保它的大小合适 我们在换盆栽培兰花的时候呢 它那个花盆不能特别大 花盆比它的那个根部 就是稍微大一些就行 如果我们选择特别大的花盆的话 它整个根系的透气性比较差 浇水很难控制 就很容易出现烂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可以用来种兰花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 我比较推崇 因为用这个方法 你从来都不用担心烂根 在大自然中 大部分兰花 它是附着在大树上 根系暴露在空气中生长的 所以说我们在种兰花的时候呢 也可以模拟大自然的生长环境 比如说像这个兰花 这个兰花 它就用了一个木块 它整个的根呢 就是固定在 吸附在这个木块上生长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一个平整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木块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 比如说像这种 这种呢 这是卡特兰 你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长了这么多根 它整个卡特兰已经覆盖了这块树皮 这个树皮呢 它英文名叫cork tree 好像是在葡萄牙那边生长的 就是这个树呢 它们这个树皮 它们采集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从那个树上面把树皮扒下来 然后切成块用来种兰花 但是那个树 被扒皮了之后呢 那个树还能存活 过了几年之后呢 它那个树皮又长起来了 所以说它这个树皮是可再生的 还是比较环保的 而且兰花呢 也比较喜欢这一类的树皮 你可以看一下 后面呢 已经都长满了这样的根 这个是卡特兰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这个是蝴蝶蓝 这个蝴蝶蓝前一段时间 因为我家里兰花实在是太多了 蝴蝶蓝相对来说比较常见 不是那么的稀有 而且不像其他兰花那么金贵 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我就没怎么管它 没怎么管它的后果就是 烂根了 当时也有一些病虫害 我发现病虫害的时候呢 也没有及时的处理 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最后就导致 就是生长得不太好 后来我处理这个兰花的时候 就发现它那个 基本上没有什么完好的根系 因为我又担心它烂根 所以说我就尝试了一下 把这个蝴蝶蓝固定在这块树皮上面 固定的时候呢 它这个根屑周围垫了一些台鞋 这个水台可以吸水起到保湿的作用 这个蝴蝶蓝平时浇水的时候呢 每天浇一次 我会像它的整个叶面 以及它的根部会喷满水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些老的叶子 它发皱 是缺水的 但是这边呢 新长了一个叶子 还是不错的 这边又长了一个新的根 可以看一下 这边长了一个新的根 也挺好的 所以说这个兰花 是拯救回来了 一般可以固定在 朔笔块上的兰花 它常见的像卡特兰 石虎兰 包括一些 蝴蝶蓝 其实我觉得蝴蝶蓝 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水一些的 我觉得可以的话 尽量种在花盆里 一些Nursery 它们有很多 蝴蝶蓝是固定在树皮块上的 但是我发现 固定在树皮块上面的话 生长得比较缓慢 除了树皮块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木桩 这个也是一个卡特兰 你可以看一下 根呢 都已经缠绕在这个木桩上面了 总体的长势还是非常好的 这边有个钩 就是到时候可以吊起来 我们这个基本上也是 每天喷一次水 除了树皮块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木质的篮子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篮花呢 它是卡特兰的杂交品种 这个篮花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种在桃盆里了 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 把它重新换了盆 因为一开始用的戒指不太好 一年之后呢 它戒指都降解了 透气性不好 我们当时重新换了盆 换了盆之后就发现 有些部分就烂根了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判断烂根 就是你种兰花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它叶子变黄 或者是它那个下面的根茎啊 翻黑 那就说明它烂根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整个倒出来 看一下它的根 把那些泛黄 泛黑的叶子和枝干全部剪掉 烂的根也全部剪掉 剪掉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其他完好无损的地方 完好无损的地方 应该是绿色的 是绿色就是没有问题 我们当时处理完之后呢 我就比较担心 如果重新种到桃盆里的话 又会烂根 所以说我当时就把它 种在这个木质的篮子里面 它的根呢 是整个暴露在空气中生长的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烂根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根现在已经长了很多新根 而且这边又冒出一个新的盐 我觉得这种方法还是很不错的 专制烂根 我们当时在这里面呢 加了一些戒指 给你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石头 有一些木块 因为它当时有些根啊 已经缠绕在上面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 就没有取下来 我们还用了两颗 这个是红酒瓶的盖子 因为红酒瓶的盖子 它那个是木塞 是木质的 我们也可以留下来种兰花 我们在两边放了一个 这样把它的根给固定住 你不用这些戒指都没事 直接用这个木质篮子 把这个兰花放上去 因为时间长了之后 它那个根会自动的固定在这个木质的篮子上面 木质的篮子最常见的就是 就是用在这个万代兰啊 海南钻绘兰啊 这些兰花 因为这些兰花 它本身呢 就是根就是暴露在空气中生长的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篮子 给它固定住就行 它那个根呢 也会缠绕在这个木头上面生长 这个长势也不错 您看这些翠绿的 都是一些正在生长的新根 当然我们用这个木质篮子的时候 您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椰子壳的纤维啊 或者是一些水榻啊 或者是木质块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 你也可以不用任何戒指 这个都不是问题 最后我们介绍另一种方法 就是这个椰子壳 这个椰子壳 也可以用来种兰花 如果您吃了椰子之后 这个壳可以留下来 用来种兰花 我们这个是石货兰 用椰子壳种的时候呢 下面要记得钻几个孔 便于它的透水 我们这个里面用了一些石头 以及木块 还有一些水苔 混合在一起种的这个石货兰 也是钓起来的 这边呢 是一个卡特兰 这两天正在开花 但紫色还挺好看 这边有一个新的花苞 这个椰子壳也是 下面钻了一些孔 然后里面呢 是用的木块 还有一些塑料泡沫呀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卡特兰的根系啊 总的长得特别好 它这个根都已经长到外面来了 感觉它比较喜欢往那边生长 我们用树皮 或者是木质的篮子 来种兰花的时候 因为它的整个的根 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所以说空气的湿度 尽量保持在50%以上 如果环境湿度太低的话 可能需要每天喷两次水 像我们阳台上的湿度 基本上是70%到80%之间 我们每天呢 喷一次水 冬天气温低的时候 两天喷一次水 生长季节的时候 每天喷一次 夏天气温高的时候呢 每天喷两次水 我们一般喷水的时候呢 最好是早晨 太阳还没有直射到兰花之前 给它喷 因为如果你在太阳已经照到你兰花之后 或者中午的时候你喷的话 那那个水珠在它的叶片根系上 它那个 我们知道那个水珠 就像放大镜一样的 太阳直射过来的话 它那个能量会聚集 从而会烧伤你的叶片 或者是根 像这种用椰子壳生长的 因为它里面有戒指 所以说我们一般两三天 浇一次水就行 这期视频呢 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适合用来种兰花的花盆 以及介绍了不同的种植兰花的方法 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或建议的话 麻烦在下方留言 如果您喜欢这期的视频 麻烦点赞 以及分享给更多的话友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赶紧您订阅 同时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